你看 懒孕52天了 你看那样 你俩不活动 坐 坐下 我得拿个东西让你活动 你看这肚子 坐 不要动 今天还是有的 现在就是每天根基拉开的状态了 沾手上了 坐 坐下 吃吧 得想每天想方设法 坐下 想方设法在这拉开活动活动 今天天不是很暖和 我本来想给他擦的 看他身上的锅底灰 我怕擦完之后他在着凉 本来就是这个孕期状态 不能让他受凉 等会儿 坐下 坐下 拉开 不愿意捡 坐下 坐下 好狗 我把狗粮放这儿了 去找去 去找去 坐 坐 坐下 来抬头 坐好啊 坐 这个动作还是非常灵敏的 虽然说不乐意动了 有这个大肚子坠着 他不乐意动了 哎 好吧 坐 坐 坐 不许吃 那么着急干啥 来 来 这儿 只能是我认给你 不准自行去吃 你们有见过这么 听话的斯塔弗吗 虽然说他是盟犬 他是斗犬 但是呢 他在主人面前必须得听话 给 等着啊 嘎翁翠 是不是 哎呀 就等着拉开生产 他挑的这个时间啊 生产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 比较好的 为啥说不冷不热了 天气也暖和了 也不是那个太热 对吧 始终就在注意我手里的 这儿 这儿抬头 不许注意底下的狗粮 没记着 这个肚子确实大了一回 坐下 坐下 对 我们让拉开坐下 就不用很大很大声的 让他坐下 就是跟平常说话似的 就让他坐下就行 这是我放这儿的 不准吃 哈哈哈哈 别接着 我们再来一把狗了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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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吃 啊 不准吃啊 我说吃再吃 听见们 一 二 三 吃吧 哎 好狗 奖六 给我们拉开的 很辛苦 就是现在就是 你就是把他放出来 他也不会说是 一直在跑 不像之前了 之前没有怀孕 或者是怀孕出气的时候 他就是 一直 然后蹦啊 跳啊 去挑衅别的狗啊 现在不是了 现在的状态就是走不动了 肚子大 肚打如球走 走不动了就得坐着 你看吧 走两分就在坐着 还有一个礼拜呢 拉开 还有一个礼拜才能生产呢 很多人不知道 拉开的老公是谁 这不后边 后边是拉开的老公 拉开老公看见拉开这样也想出来 晒太阳吧 不能让他吃的太多 就寻寻寻寻的吃两口就行 因为他后期吧 虽然说小狗长得非常快 但是不想让小狗长得那么大 他生产的时候不好生 对不对 少吃一些好不好 活动吧 每天我就得带动他一下 他不活动 我觉得用任何的方式 用个球 用什么的就带动他 让他活动活动 这样他生产的时候 最起码好生产